2004年时任总统陈水扁 亲手班寿一等警星勋章给脸上 始终挂着一抹神命微笑的邱逸人 除了表扬对国家贡献 能让陈水扁2000年 2004年连任总统成功 就不得不提这幕后操盘手 说号喇叭的邱逸人 但民进党有喇叭 国民党也有一个小刀 能让马英州在2008 2012年 连两届在总统大选 风光取胜的关键人物 就是号称金小刀的金普聪 始终跟在马前总统身旁 帅气外表加上操盘 调和顶耐实力 还曾被邱逸人 视为蓝赢的可敬对手 相隔十年后 民进党的战略之神 国民党的常胜将军 将在2024大选再度碰头 一个担任赖信德策略小组召集人 另一个则出任侯友宜的 进办执行长 两人过去更有不少相似之处 除了都曾担任情报头子 国安会秘书长 甚至都还在总统大选 获取二连胜夹击 其中邱逸人曾在2004年 发动歌喉歌道段的歌喉站 保住陈水扁的总统大位 而金普松则在2013年 马王政争中不惜万箭穿心 得罪党内派系 接手在马英九身边 单纲智囊角色 对于台湾的政经发展的情势 都辽若执掌 我觉得他们都有可以算得出来 最主要的选举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 他在几次的 替马英九复选的时候 对议题的掌握 特别是文宣这部分 由他读到的一套 来绿强评总统大位 是小刀摩得力 还是喇叭吹得下 2024这仗 两军第一军师 再度席逢敌手 敬新闻谢谢炼志豪 采访报道